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牛年要点太岁的一般来讲起来是属于这个像有作煞 作煞就是牛 对煞就是羊 属羊的跟属牛的都是正宗的太岁 所以习惯上他们都要点太岁 就是免掉今年的煞气 太岁灯主要是这个意思 那么光明灯呢 因为光明是一种正的能量 我们希望在这个新的一年 每一个人都有新的 正的光明的能量 就是顺的能量 正的能量 有了这个正的能量 它在这个经年当中 就会光明无尽 就是等于佛光铸造 或者是神光铸造 活光跟神光能够铸造的话 它的前程 它的运程 都会有光亮 这个就是正能量 您特别说到 今年属牛 还有属羊的 一定要去安太岁 那么别的生肖的人呢 安太岁是不是也有好处 那么太岁它有正冲的 正冲的就是属牛 跟属羊 也有偏冲的 偏冲的就是属龙 跟属狗 这些都需要安太岁 那么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安了太岁就好了 管他属什么 对不对 我们每一个人都安太岁 点光明灯 都是一种希望 那活菩萨 如果光照我们 我们的正能量 就会增长 一切不好的事情 就给它消灭掉 那请问连生活佛 在事业运上面 您有没有什么简单的方法 可以让大家能够增长 我们的事业运 和贵人缘呢 在我们密教里面 是有 好像你事业要发达 我们通常 很简单的 就以颜色来讲 我们穿黄色的 黄色的衣服 那么事业运会好 穿红色的 最近几年呢 很多人都在谈论您讲的这个 叫做代表字 所以我理解呢 代表字呢 就是用一个字 来概括一年的运程 请您帮我们批一个代表字 来表达2021年 我们会有一个什么运程 它又有什么意义呢 好的 那2021年的代表日 我用的是 延长的延 延长 延长的延 因为2021年 还是有2020年的阴影 在里面 所以是一种延长 这个延长呢 从这个2021年开始 一直延到年底 渐渐地把阴影去除掉 才可能显现光明 好的 就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希望 就是这个新年的到来 虽然可能开始比较艰难 但是会越来越光明 应该是这样子 没错 如果在新的一年里 您可以用这个字 来提示自己的话 在任何困境 请您用这个字 来提示和勉励自己 希望您能够度过难关 春节报喜 明年纳福 我们回来继续请教 连生活佛 卢圣燕之尊 为我们讲解 像连生活佛 您说的 提到了 所以我们的新年 还是会有一个 艰难的起点 那如果在这么多的灾难 还有这么多无常的事 经常围绕着我们的 这种环境下 我们怎么能够 对家人和自己 来消灾祈福呢 我是这样子 常常跟弟子讲 你们 最好的方法 是每天 早晚 要念一遍 高王观世音经 对整个家庭 对整个家庭 对你自己的 都会消灾解恶 你实在是没有时间 那你早上起来的时候 这个梳洗完毕 你在佛堂面前 你念 高王观世音经的经名 就是 南无高王观世音经 一共要念七遍 念完 你再出去做事情 洪凶化吉 消灾解恶 这是最简单的方法 啊 иях HOB ME ITE HOB